校园剧一直以来都是偶像剧情节的必争之际,但是每个国家的校园剧都是有着不同的特色,作为偶像剧强国的韩国。 拍摄的校园剧里面都在讲些什么呢?其实很多都是涉及到校园暴力题材的,那么暴力和恋爱是怎么样在一部剧里面平衡的呢? 看看下面的五部剧吧,无理的前进这部剧,两位主演就是校演夫妇了,笑起来的样子都太美好的感觉了,整个剧的感觉就是青春美好的,还有就是男主真的太会聊了。 当时看这部剧的时候,真的就是从头到尾一母笑着看完了,男儿也很喜欢,老师也很喜欢,都很美好的学校系列,重点还是金锁炫妹子的那部剧,这部剧就是校园暴力的典型了,不过真的觉得金锁炫妹子超级帅气的感觉的,这部剧里面的男主其实不是很明朗,但是越到后面就越喜欢也心疼姐姐了,算是校园剧里面最喜欢的一部了。 愤怒的妈妈这部剧,和传统的校园剧还是不一样的,妈妈因为自己的女儿回到校园里面,对抗校园暴力的故事,光是听起来就很大感了,最重要的是,这位妈妈超级帅气了,以前就是大戒头级别的,打起下来真的帅蛋,果然惊喜善,女神级别的帅气啊。 Monster这部剧就是将来一堆人凑在一起做乐队,寻找音乐梦想和爱情的故事了,主演又是爱豆出身,女主的人设超级单纯了,里面出现的每一首歌都超级好听来的,最后几个人一身白色衣服,站在舞台上面,女主流着泪唱,你太不懂这个世界了的时候,真的心动。 爱的高中的主演是爱豆组合,无限的成员和锦赛的妹子,天使人设什么的超级带感啊,主演们就是典型的青春洋溢的感觉,果然校园剧还是应该找年龄小的孩子来,纯纯的感觉是骗不了人的。 这部剧诞生了当年超级有名的泡泡唐之吻的韩剧就是花式聊,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校园剧很美好的,大概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无忧但是回不去的年代了, 而且韩剧的校园剧很多的都是美好的结局,这个和国内还是很不同的,放心观看,放心吃糖,放心的疯狂心动。